大家好我是毒魂 之前的视频我们先后分析了太平洋群岛和北边洋地图的环境生物 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分析一波阿拉伯海和中国南海这两张地图 为这一系列花上句号 视频正式开始前还是要先声明几点 一在之前两期视频中我们分析过的环境生物不会再重复分析 二地图中的敌对鲨鱼我们早在先前的鲨鱼片中就分析过 所以也不会再重复 三阿拉伯海地图的特色物种非常少 所以本期视频的内容我们以中国南海为主 好的声明完毕 我们今天的视频这就开始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说说之前视频里一直割掉的海龟 海龟此可广泛地指代海龟总科下现存的七种海生龟类 而根据游戏中海龟的外貌 可以推定它的原型是红海龟或绿海龟这两种最著名的海龟其中之一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世界里海龟的颜色整体偏红 尤其前只有着大片的红色 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有小伙伴迫不及待地脱口而出 这是红海龟了呢 诶或许并不是哦 事实上绿海龟名字中的绿 指的是它们体内因长期使用藻类而呈现绿色的脂肪 并不是指外观体色 恰恰相反 有些绿海龟的体色甚至是以红色为主 让人看了不禁想要给当初的命运者来上一嘴巴子 相比之下 红海龟的名字就实陈多了 尽管又年红海龟的体色从灰绿色到黑色不等 但它们在成年后的体色确实多以红色为主 至少龟壳基本是红的 既然从颜色上辨认是不可行了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分辨红海龟和绿海龟呢 最靠谱的方法就是观察它们龟壳上的盾片 红海龟的龟壳侧盾有五对盾片 中央盾片数量也是五片 而绿海龟的侧盾则只有四对盾片 中央盾片数量同样是五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游戏中的海龟侧盾长有四对盾片 据此推测它们应该是绿海龟 从物种本身的知名度上来说 也是绿海龟的可能性更大 接着我们正式进入中国南海 玩家第一口吞下肚的便是这些地图中最常见的热带小鱼 可以看到这种热带小鱼的外形和太平洋群岛中的眼斑双距鱼极为相似 原形八成也是某种双距鱼术的鱼类 但是我把双距鱼术的物种查了个遍 也没有找到这种黄色身体加黑色条纹配色的鱼 反倒是发现其花纹配色和四代无须皮非常相似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觉得像不像 可见这种热带小鱼或许是设计师结合了两种鱼类缝合出来的 稍微探探图 玩家很快就会看到一个让人既熟悉又意外的声音 这种会放念的鱼想必大家都认识吧 没错就是电蛮 和很多人的刻板认知不同 电蛮其实并不是一种蛮鱼 它们属于电蛮木裸背电蛮科 相较于通常只带蛮鱼木的蛮鱼 电蛮和鲶鱼的亲人关系更近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原本期许南美的电蛮会出现在中国南海 这个嘛 我觉得但凡结合杀里出现这种问题 都可以解释为是小葵花公司干的 既然电蛮不是蛮 那么世界里是否有真正的蛮呢 有 当玩家游向更深的海域 便会遇见这些黄绿色的海扇 这个造型就非常明显了 原型显然是著名的裸胸扇 动画片小美人鱼中的反派 乌苏拉身边的那两货 原型就是这种鱼 那么具体是哪种裸胸扇呢 结合游戏中它们黄绿色的配色 个人觉得有点像是绿裸胸扇 若是再结合分布地点和知名度的话 也可能是爪哇裸胸扇 但我们只需知道是裸胸扇即可 设计师本人八成都没具体参考哪个物种 进入地图中的下水道场景 我们除了能在这里遭遇变异的怪鱼外 还能遇上一种体型巨大的鳄鱼 这些鳄鱼的物种倒不难推测 它们能在海水环境中生存 身材壮硕五大三粗 再结合那需要加大号鲨鱼才能吞食的体型 可见它们大概率就是现存最大的鳄鱼 弯鳄 这里顺带分享个辨别弯鳄的简单技巧 那边是弯鳄的颈部这块没有整候鳞 这也是为什么歪鳄又被叫做罗锦鳄的原因 鳄鱼居然出现在下水道 不用说 这些情景明显是致敬了美国著名的都市传说 下水道的鳄鱼 这些都市传说在欧美国家具有不小的影响力 许多文化作品都曾从中汲取灵感 例如经典影视剧远古入侵 便在第四季猪鳄那一集里 直白地复刻了这些都市传说的情节 当我们为鲨鱼抓上喷气背包飞向天空 升到一定高度后 便能看到一种巨大的鸟类翱翔于海绵的上空 不用说 这细脖子系绿的造型 加上头顶标志系的红怪 以及这黑色的次级三级飞鱼 它们必然是大名鼎鼎的丹底鹤 这种数千年来被无数人称颂 几乎人尽皆知的优雅鸟类 相信就不用我介绍了吧 最后要说的物种 便是这些体型巨大的水母 这个体态和外观 原型显然是著名的失踪水母 这种水母是人类一只体型最大的水母之一 以至最大纪录个体其散转体直径超过2米 连带处区全长超过了30米 开干大游戏中为了减少建模工作量 把失踪水母的处区做得更粗更少 这时体态看起来更加宽大 至此 我们便将《极乐山世界环境生物片》给正式完结了